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因为最近美国的一些相关数据 其实就会牵统到它三月到底要升息多少 而我们的央行也是三月要升息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可是我们看一些相关的数据 就是不管是它的零售销售 然后看起来消费力道好像还是蛮强的 那PPI就是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感觉是没有办法降还是往上升 所以感觉通膨压力又还蛮大的 那就业率的部分失业率又再更进一步往下降 所以老师可以帮我们从一些图表分析一下 就是美国在未来也就是三月 它可能升息的幅度和走势 先看老师这是他们的零售销售的部分 其实就是他们的消费力道 对所以你看到零售销售部分就是 前年的二三月的时候达到高峰 对不对 然后就一直往下走 那到最近这几个月就走平了 而且你看到在今年年初 从去年年到年初 它在微微地往上走 就表示这个情况是在改善中的 这个跟我们的预期是一样 就是在解封以后 大家开始就有勇气 也有意愿去消费 这个现在变成带动美国的就业跟经济最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 会一直持续上升 可是这个消费力道如果比较强的话 通膨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通膨要降下来 其实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对因为现在通膨它主要就是 一个是生产成本在提高 一个是消费的力道在增强 所以一个是供给面 一个是需求面 但是两面都在逼迫价格上升的时候 通膨要下来可能更不容易 这个是他们的零售销售的部分 看起来就是只有 这个轿站部分是比较持平 其他所有都是往上 对 尤其你看到这个最长的这个 餐饮店 就表示现在大家都出去吃 去餐饮店去饮食了 那最上面那个呢 跟汽车相关就表示 大家都现在愿意出去玩 开车 所以这两个是很明显 就代表目前的休闲娱乐餐饮 这都是解封以后所看到的 最快的一个往上升的部分 那再来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PPI 就是生产者无价指数的部分 其实大家还蛮讶异的 其实当初的美国预测是说 在月增率的部分 其实会略微增加 没有到这一次就是0.7这么的多 你的这个数字是几月份呢 月增率 这个算是2月份的 对 2月份的 对 就是你看到在1月还在下降 生产成本还在往下降 但是到了2月突然往上升 这个通常就反映就是 应该是需求面 需求增加太快了 所以把价格往上拉 把生产的原料的需求往上拉 所以这个价格往上拉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是生产者的这个价格上升以后 才反映到消费者的物价上去 所以当生产者的物价开始 正往快速的 非常凶猛的往上升的时候 就表示后面呢 要压消费者的这个 零售商品的价格 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等于会是螺旋性 再把物价再往上推高吗 因为这个是生产的部分 就已经增加了 那到最后消费者的部分 一定也会增加 对 当然生产部分 可能增加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工资在上升 因为它们始终都发生这个 它的这个劳动市场 攻击不足的现象 就一直在拉升它的这个工资 而工资是重要的成本 所以这个也应该是 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 刚刚那是月增率 这个是年增率 所以年增的部分 其实是往下走的 就是这是一个反转嘛 对不对 它的这个生产物价值 是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你看从那个年初 就是第一季之后 就开始慢慢 先开始慢慢往下降 然后急去的下降 一路往下走 走到今年的一月的时候 你先看到反转 表示它已经到谷底了 所以它再往下的话 它就会开始上升 所以老师 这会不会跟升息有关 因为我看三月的话 其实开始就是 去年美国三月开始升息 它就是要打这个物价 所以在生产成本的部分 刚开始没有降那么多 那因为越大的力道越大 然后开始下降的比较多 那到后来的部分的话 它没有是因为 它升息的这个效益 已经减弱了这样 对应该可以这样说了 就是它升息它的那种感受 会随着它这个时间 慢慢就缓和下来 所以现在它虽然还在升息 但是升息的幅度已经降低了 大家对未来升息预期 好像也觉得预期将来可能会停止升息了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它的这个生产的物价 所以老师那看我们未来看 例如说我们实际消费端物价会往上走 还是会往下的话 其实要看月增率的影响会比较直接吗 就是上一个 其实你看这个趋势是比较要紧的 不论它是月增年月增 这个趋势 你看它这个趋势 很难说在一个月里面就发生大的改变 对不对 它除非是到 比如说像这个 在十月的时候到谷底 这是黄金起火 开始一路往上升 而那个呢 是在三四月的时候达到高峰 然后就开始往下降 所以当它这个趋势确定之后 它那个月的这个变化是 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真正要看的是 它整个这个大趋势的走向 可是从这个大趋势的走向 它到一月的时候是往下 因为二月数据还没有出来 那所以我们的物价到底会怎么样走吗 其实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看 它的这个生产的物价数已经往上跳升了 对 二月是往上跳升 往上跳升 对啊 就表示它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到 所以这可能是到第一点之后 现在要开始往上走 有可能 所以如果到三月的时候 可能就更确定了 再来看的就是 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他们的就业 非农就业人数跟这个失业率 因为老师说 这其实可以看得住 这是巴尔最关系的两个数字 对 他最近几次的记者会都一直在强调说 就业市场太过热络了 对 所以他一直强调 他要观察就业市场的变化 来决定它的利率走向 结果你先看到就是 这个一月份这个简直是 大出所有的人意料之外 We also saw a tremendous jobs report on Friday significantly beating expectations and also learned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ell to 3.4 percent the lowest it's been since 1969 that only makes the Fed jobs harder in terms of trying to really cripple demand to help bring down record levels of inflation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inflation has now been above 5 percent for 19 consecutive months and the Fed wants to bring inflation down to 2 percent can they really bring it down to 2 percent if in fact they only have one or maybe two more rate hikes planned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尤其这个非农就业 突然上升了 比它比上个月两倍以上 而它失业率呢 你看这个趋势 还在往下走 这表示这个劳动市场的 这个过热 一点都没有改善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消费端的部分 可能会是往下 就是消费力道 他们其实还是在的 然后看起来经济的 例如走缓情况 其实没有想象中 那么不好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生产者物价的时候 是往上走的 然后这个非农就业 就更强劲 就劳动力市场非常的强劲 所以这几大项目看起来 3月可能会 这都是鲍尔最不希望 见大的事情 全部发生 而且同时发生 所以3月要让我们乐观的期待 会停止升息 是不可能的 我们讨论是 这个过程是 可能会有很少的时间 我们讨论是 我们讨论是 不可能会有很少的时间 我们讨论是 所以我们讨论 我们讨论是 更多的 讨论是 我们讨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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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政策 在一段階段的 在一段階段的 然后来 我们讨论 的 务务 报告 为 January 它很强烈 它是非常强烈的 它是非常强烈的 但我讨讨论 我们讨论是 这麽强烈的 但我讨论 它会显示 你为什么 我们讨论 这会是 一段階段的 很重要的时间 至于升息多少 原来大家认为 大概 顶多一码 就差不多了 目前 越来越多人认为 就是 可能至少要两码 才有足够的力量 让通膨这个走势 能够被压下来 而且之前 大家有没有预期说 三月可能再一次 升息之后就停止 但目前可能 看起来可能会 继续往后延 可能五月六月 都还是会升息 对 如果三月的 这个升息 从上个月的一码 加倍到两码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升息的走势 是没有停住了 是会继续往前 那往前 当然就是要看 未来的情况 不过我的观察就是 如果这个趋势 都在这个地方反转的话 那就表示 可能未来的情况 会更不理想 应该说更理想 因为我们现在说 就是情况会更好 就是就业会更高 事业会更低 然后呢 消费也会增加更快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它就 会让通膨更难控制 所以如果这个形势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那鲍尔真的会陷入一个 非常困难的一个抉择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要继续 用同样的方式 来压制通膨 如果他发现是 目前这样的 升息 所以暴力升息 还不足以压制通膨的话 你想他下一步 会怎么做呢 继续还是要暴力升息 可能更加暴力 对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 三月还会继续升息 而且有可能幅度会加大 那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并没有因为 这么快速的升息 而整个变成复数 变得这么的糟糕 所以代表说 它的软着陆的几率 其实是还蛮确定的吗 大家都认为就是 现在可能不着陆了 这还根本不衰退了 目前看起来 情况好像也如此 就是 以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美国经济要衰退 真的不容易了 所以美国经济 可能根本就不衰退了 再加上我们一直强调 从上次到现在一直强调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 在解除清零之后 它的经济开始反转 那个反转其实是 会一说国外 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 那那个影响也必定会影响到 原材料的价格 原材料的供给 对劳动的需求 所以那个可能会使得 这个往上扬的这个力量 更为加强 好像三月部分 如果它真的升息两码的话 那我们有可能不升息吗 我们原本一直认为说 有可能我们就先停了 可是看起来可能变数会更多 其实央行一直觉得就是 我们的通膨虽然到3%以上 应该还是相对比较温和 而且它一直在观察就是 到底这个力差扩大以后 资金的外流情况如何 目前看起来好像 就股市的表现来看 好像并没有资金外流的 那么严重 甚至资金开始回流了 所以如果它不担心资金外流的话 它会比较关系就是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因为我们刚好通过了 平均定权条例 这个已经是对 房地产市场最大的一次打击了 这个打击之下 房地产市场可能是快速降温 如果那样的话 它可能会非常的忧虑 如果再升息 会让购物者的意愿更为降低 可能这个打击会变成 更难以承受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 也许它会考虑这些因素 会不再升息了 我们在兄弟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